你手感覺投手是賽前或是比賽結束後然後做回頭 哪些事情就先發投手一定會開 就是賽前我一定會去找他開個會說 這個打線我們要怎麼去 每個打者大概有他的想法就讓一下這樣 那個是比較簡單的就是大概討論一下說我們兩個想法 或是我們跟教練的拍會的想法 對啊然後賽後或是隔天的話會有狀況的話會再去跟投手 就比如說像四棟嘛就是可能說他昨天丟不好 我今天可能就會去找他說我們哪裡怎麼調整看看 我覺得他的問題在哪裡這樣 練球日的話會找全部投手一起討論一下說這個禮拜啊 或是應該也是一個禮拜一次因為練習差不多一天嘛 就會開一個會說大家這個禮拜有什麼想法這樣 然後下個禮拜我們要做什麼大概稍微提一下 通常就是會請防務員幫我做伸展 因為我大概都會提早一個半小時做準備 不管是在做擋球的訓練啊傳球訓練 這些都會先做做準備 我們都會有一個開會的時間嘛 那除了開會時間之外 那我自己當然會是就是針對今天的對手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我就是先了解 我們今天先發投手 就是他是他是什麼樣類型的投手 那再來就是對方的今天的打者 或是最近幾個狀況比較好的打者 那我要特別注意什麼這樣 然後去針對一些今天的功課 然後去配球這樣子 每個打者都有每個打者的特色嘛 還有他們的優勢 那你說越是可能也有 但是可能每天狀況不一樣 當然就是我可以去機率 把那個機率去相比這樣子 然後去做一些 當然也不能說他這邊不好 就一直去攻擊他這邊不好 你還是要去平衡 然後去抓時間點 甚至抓雷上的跑者是什麼 極勒的 然後該跟他對決的時候 或是該 不能該跟他對決的時候 那些都是要列入考量的 所以其實每天都是做一些 最基本的一些想法 然後你自己一直告訴自己 一直提醒自己這樣子 然後最重要還是跟投手一些默契溝通 因為我覺得 其實你說配球多好 或是配球要怎麼樣 我覺得那種東西都是一個 當然他有一定的邏輯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還是要先去了解 你自己的投手 他是什麼 他擅長什麼樣 然後你要先了解他的想法 然後他的 他什麼時候 他敢跟你對決 什麼時候你該跟他的對決 你什麼時候要去幫助他 什麼時候要知道他在想什麼 就是這比配球還要重要 會找投手溝通 然後 因為這只是一個大概 主要是在賽前的牛棚玩 然後 在討論說 今天大概要用什麼策略去做配球 補手其實蠻常在開會的 應該說我們有時候會跟投手拳一起開會 去針對今天的隊伍 跟今天先發達德去做一些討論 賽前跟賽後都會有 或是局跟局之間下來的時候 所以我可能上一局的配球怎麼樣 就大概小聊一下 然後去做一些改變 去一個拼跟店 我的訓練是 基本上 第一件事我會做是喝很多水 激烈很多 特別是台灣很熱 你會泡很多 所以你必須要激烈 另外一個是 我會有很好的討論 跟我的拼手 我會討論其他隊伍 在那天的隊伍 和配合 我會討論其他隊伍 我會討論其他隊伍 跟他們有很好的 和配合 你有沒有覺得補手 是說手背位置的 是最困難的一項 是很辛苦的嗎 當然如果跟其他位置比起來 是蠻辛苦的 因為他不只在技術上 他在策略上 邏輯上都要有下蠻大的功夫 最困難 我覺得是配球 他最簡單也最會困難 因為你配球就是 手指比一比嘛 你要投手丟什麼 他都可以丟 但是最困難是 你要配這顆球的時候 你的策略是什麼 你的想法是什麼 為什麼你要丟這一顆 為什麼要配這一顆 這是最困難的地方 對啊我覺得 因為太多事情要去做 又要打擊 又要幫投手 還要阻殺 就是比較多要顧的啦 所以你要練的東西 還要去想 要去做功課的東西 也比較多啦 所以一定是比較辛苦一點 這樣子 比較難的我覺得是 在場上的那個感覺 因為那個東西是練不來的 那個東西是會 要一直去比賽 然後你會突然感覺到 這個打者跟平常不一樣 你要觀察到這個 我覺得比較難 對啊就是 像你丟球接球 那些東西 其實都練調整 丟還是什麼 調整的回來 可是你去觀察場上的變化 然後投手的變化 還有就是 可能手臂沒有那麼專心的時候 你要去 即時發現 我覺得這個是最難 因為捕手這個其實 滿重要的 對啊 要去 處理全場的時候 像我比較年輕 我也要去學說 我要怎麼 去提醒學長 對啊我覺得這也是 很難啊 對啊 再來就是可能 沒有那麼長上場的時候 你一上去 你要怎麼進入狀況 那個是 很難這樣對啊 最難喔 捕手真的說真的是 我覺得是全野手最難的啦 甚至比投手還要難 因為他們 捕手 就是要注意的事情 太多太多 因為 不是只有配球 你也要去觀察對方的打者也好 那 你要了解自己的 守備員的站位 然後守備員 然後甚至 投手的心情 投手的狀況 你不能 就是你要去想到每個人啊 你捕手應該算是 就是場上的總教練嘛 就是 場上你就是他的 你就是指揮官 因為全部人都是面對著你 你要把你最好的一面 然後最清楚狀況的一面 就表現出來 因為 我覺得一場比賽 可能投手如果被打爆 就算了 那捕手如果真的自己自爆 或者是可能自己想太多 或是沒有信心的話 這場比賽可能 什麼都 就是也都不用打了 對 所以我覺得捕手 是一個場上最重要的一個 一個 一個核心啦 一個 一個核心這樣子 最困難喔 配球吧 因為打者 也會 想辦法突破你的配球 他也會去抓 你可能會投的球 來打 所以 你要想的跟 打者不一樣的時候 嘖 你會覺得 假如 我配直球 結果嘛 你跟我想的一樣 但是我又不知道 你到底在想什麼 我同樣要讓打者 想一樣的問題就是 我也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因為當手啊 就是會要一直擋球 被擊中的機率也是 喔 那個已經很頻繁了 當然啊 有時候打到全身 都歐車嘛 腳啊 手啊 只是你們大家都看不到 因為我們都會戴著護腕啊 甚至穿著球褲 可是這 這就是裡面 賽完有時候都是歐車 那個是大家不知道的 可是 有時候拖下來真的 看到自己都會覺得 有點嚇到 你也不能說什麼 因為這就是我的工作嘛 對啊 我必須要 用身體 生命去擋下每一顆球 因為有時候 有時候 有時候 如果拖手丟一個挖地瓜抱屯 你沒有擋下來可能就得分了 所以這就是 當然很辛苦啦 可是沒辦法 這就是我的工作嘛 我就盡量去做 盡量去擋 有時候 當然不會每一顆都一定擋得好嘛 因為那個球的路線 你不知道會彈去哪裡 那球又這麼快 所以那時候那個是 當然我會盡我能力 想辦法去做這樣子 隊球打到就自認倒楣 然後就去拜拜 真的會去拜拜 如果你那場一直被打到的話 我 假如我一直被打到 我一定會去拜拜 一場最多會被打 不一定 你有最痛的嗎 很多啊 很多啊 可是我現在講 到時候發生的 就一定是我今天講的 他們經常會痛 但是 作為掌握者 我們都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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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們經常會痛 像洋將啊 有時候丟不好 賽完 或是隔天看 就這樣 然後有時候 跟他說 昨天擋這個喔 請一杯咖啡之類的 對 可是他們都很好啊 就是你不用擋 他們可能拿個滲頭 隔天 他們就自己買個咖啡給你 這樣子